把它改为5-1-3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你再把它改为一个数字 再贴上去之后的话 那这边 贴上去之后的话 就会有一个 一样名称的专案 按确定 不一样名称,但是内容是一样的一个专案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因为我们程式码其实改动的幅度很小 那你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把里面需要改的地方 再更动 那我们这个sample里面的话 跟前一个sample里面有哪些不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刚刚强调过 就是第一个 我要 做隐藏的练习 那隐藏的话,这边我们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void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部类别 就是叫做print class name 那这个print class name里面要做什么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 推映成书 这个一行叫做类别名称就是person 所以如果执行 如果执行到这个方法的话 那会秀出来的类别名称是person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是 person in form 主要是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这个 这个是要练习隐藏 这个地方要练习的是 复写 复写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两个基本上 应该只有 上面这个地方要改 下面的地方不需要更改 下面的地方不需要更改 那 这地方增加了吗? 增加 OK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在 在纸类别部分 因为 我们要练习的是 如果 附类别里面 他已经给我们一个static 那我如果还是要用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我没有关系 我在纸类别里面 同样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名字的话呢 叫做print class name 那里面的 我要列印出去的名称 就类别方 类别名称 方面呢 上面 是person 下面的话 就是student 所以你print出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到底print上面的名称 是student还是person 就可以知道 到底执行到哪边去 第二个的话呢 也是建立一个所谓的什么 person info 你会想说 这个person info 跟上面这个 附类别person info 名称也不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话 只是差别在哪里 只是差别在这里 print多一个什么 成绩 跟 这个 学生 这个 就是头跟尾不一样 其他 上面是只有 中间的部分 那下面的话是多了 头跟尾 所以这两个 不一样 那我们来 try一下 就是说 改了之后 到底 是 执行这个 还是执行这个 那 主程式部分有哪些 一样 new一个 这个tom tom 等于 new一个student 那传参数 他的身份字号是2234 然后 名字